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话一话》,我是老杨 我是活在当代 节目上来,我们就先来个硬广了 也不算硬广吧 怎么说,汇报一下我们发行的作品的新的动态 艺术家陈云仁的艺术书作品 Stories Untold,有新动作了 这部书呢,在安復书展上公开也多久 快接近一个月了吧 快一个月了 对的 然后我们最先推出的是这套书的先行版 先行版本也是应和一个发行的动作 推出的一个特别版本 那接下来这个特别版本就会下架了 在月底就会下架 也就是还有时间 还有一点点时间 然后马上通常版就要上架了 同时呢,就是单真的版画也要上架了 那么这次单真的版画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装框的 就这个装表的最终效果我还是挺意外的 就是品质真的不错 对,也是跟装表上进行了一些探讨和选择 最后选择的是这个装表 实物效果非常不错 大家听到的时候这个版画已经上架了 然后就单付的版画上架有个好处 就是先行版它里面是附赠一张这个版画的 但是是随机的 是不可选的 对的 那现在呢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画面的话 就可以直接选择那个画面购买了 多贴心 展会上有一些观众是询问说 我想要这张行不行 但我们当时是先行版 是随机的 但是这次有机会了 跟艺术书一起发行的这套宝画呢 一共四张 它算是一个open edition open edition 但是第一批呢 每个画面只有30张 随着之前的先行版的售卖呢 其实每个画面已经不到30张了 在哪里购买 请看show notes里面的微电链接 好的 那我们就进正题了 进正题吧 这上海的艺博会 轰轰烈烈的艺术周 这过去一周了吧 可能吧 我没什么概念 你没去吗 感觉看一些艺术媒体啊 其实大家大伙还沉浸在这个 这个热潮还没退却的那个状态 对 有一些艺术媒体会发布一些 关于这个艺博会的一些总结啊 之类的 一些文章 然后也会一些讨论 也就今天借着这个余热再来聊聊 而且呢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也见了一些艺术家 也知道了一些艺术家在艺博会 或者说艺博会艺术周期间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可能可以做一些分享吧 就今天节目的内容一开始可能会跟普通大众生活有一点距离 但后面我们尽量把它拉回大众观 可以适合大众来了解的范围吧 那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其实也跟我们最近听了听播客节目有关系 毕竟我们接触的艺术家几乎每个都会提起 其他的艺术类播客嘛 对 那我们想想我们也要了解了解 其他节目都在怎么 跟大家分享关于艺术的信息 艺术的观点 就是听了一些其他的节目里 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容 我想想 这个其实也是我关心过的内容 甚至是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也能就是也能分享一点自己之前的观察和经验吧 和经验带来的想法吧 之类的 你用那个过去史 过去史关注过的是吧 对 好的我们听听 因为确实现在不太关注了 又或者说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话语 就是整个说的学术点 生态也不同了 话语也不同了 结构也不同了 那我们一般听众可能本身对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就没什么了解 还真是 所以说这个话题可能会有点生片 那咋先从你当时关注的 或者说你当时工作有关系那个时期聊一聊还是什么 我倒不如说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让你说这个所谓当代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推手 你会想起谁 两个名字 说 乌尔西克 是叫乌尔西克吧 是乌立西克吧 乌立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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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是李献廷 想起了老李 还有吗 你那天说的是尤伦斯 尤伦斯也是 还有吗 就一下想到就这么多吧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是推手的 乌立西克和尤伦斯都是做一个收藏家的角色 在当时 我觉得是中国当代艺术 其实是没有完全没有被关注的状态下 他们开始大量的去收藏购买这些艺术家作品 通过这些收藏 其实是让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圈的这些藏家也好 这些相关的人士吧 就开始关注到中国艺术了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 对 至于老李呢 我是觉得因为我其实开始关注当代艺术 主要还是上大学那会儿 接触到一些关于艺术史啊 或者艺术评论啊 因为当时就会看一些艺术类的杂志 江苏画刊也好 江苏画刊也好 还有别的一些杂志之类的 在这些杂志里面就会经常出现老李 对于中国当代的一些评论啊 一些文章 所以那时候那个印象非常强烈 就觉得他一直在很 很努力的在介绍这些 中国的当代艺术 对 老李对我来说是画家村代言人 画家村画世人 艺术家村画世人 画世人 之类的 对 如果说就是当代艺术是一个西方观念的话 那么你前面说的那两个藏家 相当于投射进来了西方的眼光和西方的金钱 对 一点点把中国当代艺术拉入西方的事业 没错 但要说推手的话呢 可以再说的细点 就是说 他们都是外国人 嗯 他们不太懂中国的艺术 对吧 嗯 那他们要买东西 谁做这个指导呢 什么能能引荐作品给他们 让他们开始购买和收藏呢 嗯 这样的角色你有概念吗 我知道有这么个角色 类似于艺术经济 嗯 但是当时谁在扮演这个角色 我不太知道 好了 我就说两个名字了 我不想卖关子了 一个是吴尔路 一个是费大维 哦 是吗 哦 就是 其实我今天我就先抛出观点好了 嗯 就是艺术市场这个事情 对我们来说 为什么不聊呢 就是 艺术品交易 艺术品市场 这个事情啊 嗯 它如果是一个市场行为 嗯 从商品的生产到商品的交易 嗯 都是一个非常原始 公开性 公共性透明度非常低的一个领域 嗯 其实是不足外人到的一个领域 嗯 就是现在每天发生的大的拍卖 你都很可能对买家的背景啊 知之甚少 嗯 买家的收藏的序列 收藏的价值 对 他收藏过的经历 你都是不知道的 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 对我来说可能 戏聊是不值得聊 也没有足够信息聊的 嗯 但是这个领域有没有公案呢 有没有摆在比较台面上的事情呢 嗯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 也是查得到的 也是有的 呃 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啊 以我了解啊 如果有推手的话 尤伦斯夫妇 还有 希克 嗯 是重要的 嗯 但是背后指导他们买东西的人 在那个年代 可能是八九十年代 盛世纪纪八九十年代 是更重要的人 那那个时候是吴尔洛和 和费大维 嗯 可能当然不止 一定不止他们两个 然后你说从国内 艺术生态来说 一直支持所谓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 那可能会想到立宪廷 嗯 想到其他的策展人是不是 对对对 你还能想到谁 其实老力也是策展人 老力是策展人 对 侯汉如 对侯汉如 呃 邱志杰也算吧 邱志杰是后来转身为策展人的 我觉得 他比较晚了 我是特别早看过 顾振卿策展的 哦 顾振卿 嗯 我们放一点说 就是活跃的艺术家 能量比较强的艺术家 其实都是 都是当代艺术的推手 嗯 也是啊 我觉得 陈丹青也是当代艺术的推手 但是有时间节点的 艾未未也是当代艺术的推手 嗯 嗯 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推手 是是是 艺术家个体本身也是推动这个 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对 所以在某个时间节点前 这个 其实这个人员序列 是 这个群体还挺大的 嗯 哦 还有高明露 对高明露 范迪安 范迪安 就是被被被冰冻的记忆 好像一点点苏醒了嘛 除了买家 买家背后的推荐人 然后就是策展人 以及特别积极的在不同领域活跃的这些艺术家 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当代艺术推手 所谓这个当代艺术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生态 嗯 它不是靠某一某一个人或者一个部分的工作把它推动起来 对 你非要说它像个产业的话 它至少有酝酿生产推广和销售 收藏的这样的人和二次的推广二次的销售对吧 这大概是我印象里的就中国当代艺术所谓有推手的话 大概是这么一个组成就会能想到这些名字吧 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小汉斯 小汉斯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他不是藏家买家 他也做一个跟中国当代艺术比较积极的连接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策展人 小汉斯应该也是绕不过去的 包括尤伦斯现在的馆长 是 应该还有更多的人了 但只是我现在能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些人 你刚才想说啥 我刚才想说就是刚才你列举了很多吗 你印象里的中国当代艺术 但是都是基本都是个人的名字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生态里还没有机构 机构应该是更晚一些了 就无论是商业画廊还是艺术 那我们可以还提一些名字 比如黄辽元 好吗 对对对 提的好吗 提的好提的好提的好 哎呦你这个突然想到 你要说推手是这样的人对吧 2004年可能更早就已经在做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之类的事情 是吧 小汉斯嘛 他现在是蛇心画廊的总监还是什么位置 然后他依然跟中国当代艺术关系很紧密了 当然中国艺术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其实变得挺大了 所以他所扮演的位置跟以前有没有区别 我其实现在很难讲了 曹菲能去蛇心画廊长当然是他在后面运作的了 对啊还有香格纳 香格纳也是我觉得也是不能被不可抹杀的一个力量 海外力量对吧 深耕中国当代艺术也是 你能想到比较早期的机构有什么了 上海的话比较早有那个比翼嘛 比翼艺术中心 北京的话 北京当时也是有几个画廊 我这名字一下有点记不得了 多伦是不是早期也比较积极了 是多伦如果说上海的当做当代的美术馆的话 多伦我印象里应该是最早的 那后来呢就是差不多 0607年的时候我进了一个美术馆 是个是专注于当代艺术的美术馆 那个馆长就是以前多伦的馆长 所以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了 就在那个时期我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了 觉得很有趣嘛 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好奇心开始的 当然也跟陈丹青提起不同的艺术现象 因为他从一个刘洋很久回到中国的这么一个视角 做的一些推荐有关系 所以2000年后就开始了解一些信息 2004年可能把我所在的学校的图书馆里跟当代艺术有关的书 有意思 我觉得有意思 基本都翻了 所以那些爱写书的那几个名字 就会看 经常看到 会看到 对 可能是07年吧 进了美术馆 这每天的工作就是当代艺术了 那你那会主要做些什么呢 我是做平面 但是跟策展的都是很近 不管是项目还是什么交流的挺多的 我没跟你说吗 之前坐到我旁边的那个我的同事 就是后来在杭州的那个青影画廊 就他的展 对 你说过 对 然后他现在好像是现在人在德国 我不确定 anyway就大概那个时间点 是跟中国当代艺术接触最多的时候 那你当时的状态是 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好奇的状态是吧 还是蛮好奇的 虽然我可能更关注的还是海外的艺术事件吧 我去的时候 那个馆已经做完了一个什纳贝尔的展 然后后来的工作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黄永斌 会遇到邱志杰之类的 还有些艺术家名字我也记不得了 反正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都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比较重要的 对 所以碰到拉面嘛 就是外滩美术馆之间策展人 我就跟他说这个经历 他说那你是前辈了 就亲身的接触可能是早一点 就你当时看眼里看到的生态是怎么样的 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就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变了呢 或者说我为什么对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呢 就是他有蛮强的反思中国文化的一个力量 不管他们这个创作集体的 在这方面用力的原因是什么 但整体看下来是这样的 是有批判精神的 是跟所谓中国的生存环境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高度相关的 这帮人所做的事情 同时又使用了非常多的西方的方式吧 这个方式在当时看着也是新鲜的 对 这些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当时他们的姿态是非常在野的 我当时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因为也在上学嘛 以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 当时对我来说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给我蛮大冲击的 就首先他们就像你说的 他们在就带有很强的这种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是非常有力量的 那作为一个一直学传统的绘画 素描色彩这种方式 学下来的艺术学生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就发现艺术其实不是你原先学的那点东西 它可能比你了解的更多 这个刺激很大 第二个是说 中国当代艺术当时是非常活跃的 有不同的人 就比如说艺术家群体 其实有不同的人在不断的做一些展 那这些展可能有一些是地上的 有些可能是地下的 你会觉得那个状态非常的生动 你就感觉是你跟这些艺术家 是同处在一个时代里 你在这个时代里有这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也会给你很大的刺激 感觉到一种同频共振 对 是实时的 这也是这两个原因是引起我开始自己越来越多去注意当代艺术这方面 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身边同学里有对当代艺术特别有兴趣 特别关注也特别想投身进去的人 这样的环境下当时可能是从八九十年代到2000年 21世纪初期 这个过程呢 其实还没有所谓政治正确这个概念 嗯 没有 这很晚 对 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或者关心 在我看来很难谈得上跟政治正确有太多的关系 就是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逐渐开始走上坡 逐渐真的在国际上有所反响 在国际的市场上也有所反响的时候 我同意你说 就是他中国当代艺术受到关注 这个关注其实怎么说 嗯 这个关注其实更多的是指向的是说受到西方的关注 这个受到西方的关注 其实在当时你刚才你也说了 没有所谓什么政治正确这个这种表述的方式吗 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那会儿其实因为中国整个国家的状态 在80年后 它是一个从之前文革很封闭的状态 80年代后 80年代后 就是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开始 那这个变革对西方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嗯 其实在文革那段时间 西方人对中国已经很有吸引力 只是没有通路可以了解到 也因为是因为越封闭才越产生好奇 是的 就非常大好奇 所以当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经济也慢慢起来 而且跟国际的联系也越来越多 西方人会想要通过文化的层面来更多的了解这个地方 然后当他们发现艺术院校里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艺术家 画家村那些地方 也有艺术家在做西方 类似西方的这些当代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兴趣会非常大 嗯 因为他们想象里是一个完全跟西方隔绝的地方的人 但是就用的是跟西方一样的形式在做一些艺术创作 怎么说那种好奇心会一下子非常烧上来 嗯嗯 所以对我来说西方的关注还是更多的来自于对中国这个标签的一个关注 其实中国是个其实中国是个很大的文化符号了 嗯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关注 它当然是一种有很强的文化色彩 文化的猎奇的色彩 嗯 文化的求知的色彩 好奇的色彩在里面的来驱动的 嗯 其实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度 有些人很好奇 北朝鲜人是怎么生活 嗯 是有点类似的 是 就它是它是文化事件 关注的点可能更多在文化上 也就是因为它是文化的 嗯 它才需要有懂得这边文化脉络的人来做引荐 嗯 沃尔路这个人真的其实挺重要的 沃尔路不单推荐尤伦斯夫妇如何收藏中国当代艺术 他也推荐他们收藏 呃 在选择上做推荐收藏怎样的中国古典艺术 哦 还有中国的这个古典艺术很重要的收藏家安思远 嗯 它背后的建议人之一 也是沃尔路对 其实沃尔路非常重要 哦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有文化呀 嗯 你不然怎么给人家推荐呢 嗯 你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的特别是政治的变革 那你怎么推荐推荐那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呢 嗯 你没办法做的 文化好奇是一回事 但你真正的要出手要购买东西的时候是另一回事 是吧 是 这些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去查一查相关的信息 了解了解 就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中国当代艺术是怎么被推动起来的 就是当代艺术它根本是一个西方概念 嗯 它当然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了 如果没有西方艺术漫长的演进的过程 是没有当代艺术这个词的 嗯 嗯 那就也没有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了 是啊 哎那我可以提前掉 跳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说 形容一个艺术家是少数族裔艺术家或女性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是其实是一种不尊重的他人贴标签或者自我贴标签的话 那么当代艺术前面加一个中国可能是类似的状态 是 你觉得 没错 嗯 所以我很难说这那个所谓的那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走了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嗯 但它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 因为是中国做西方艺术从零到某个意义上最高潮的时期吧 你了解现在的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生态跟那会儿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好 这个就要说一个时间点了 来 我别飞一只卖关子 好 就是说 那个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特别有魅力呢 嗯 是因为他比较在意 嗯 比较有所谓的批判和反抗的精神在里面 没错 嗯 但事实的生态呢 它确实就像那个时期的中国摇滚乐一样 嗯 是被压抑 被抑制 嗯 被压抑制的状态 对不对 它是个不登大雅之堂 嗯 跟主流的文化 唱对台戏的 嗯 因为他脱胎自这个反主题创作 呃 个人表达 嗯 透着一股带着腐朽气息的来自西方腐朽气息的个人主义的色彩 对吧 嗯 嗯 这是很明显的嘛 在当时 可能现在不觉得了 一家服装店都在搞当代艺术了 对吧 这个差别真的非常大 嗯 但就直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09年 嗯 我其实记忆已经模糊了 但其实是在2009年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嗯 就是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被招安这个事件 嗯 有概念啊 没概念 没概念 很容易也能查得到 你就查中国当代艺术招安 哦 这么这么直败 对啊 嗯 就是陈丹青当时就批判说 这个中国官方终于成立了官方的中国当代艺术机构 是吧 他叫做中国当代艺术院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机构 好吧 也真是太不有名了 完全不知道这个院 不重要 哎 哎 你这个院你完全不知道对吧 我给你我给你收拾介绍一下 我只知道一些什么国画院油画院什么油雕院 但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个当代画院 哦 当代院你不知道是吧 当代院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 啊 中国艺术研究院 嗯 他这个院好像还有个副标题是 是不是最近改过名字 变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他下属的刊物就很多 中国文化美术观察 炎黄春秋 中国摄影家 文艺理论与批评 就是这些刊物就蛮多的 然后下面的科研机构啊 有戏曲研究所 音乐研究所 美术研究所 舞蹈研究所 画质研究所 公益美术研究所等等 学术机构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国画院 书法院 油画院 撰刻院 雕塑院 工笔画院 还有文学艺术院 嗯 就甚至在他们现在网站的 这个机构设置里 都没有把当代艺术院放进去 但是09年成立这个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时候 是非常轰动的事情 就是在于中国 一直以来 以反思和对抗主流意识形态 或者主流 文化输出 文化定位 文化价值 文化叙事的这么一帮人 其中的一部分 嗯 他们进入了官方艺术机构 嗯 官方的当代艺术机构 嗯 来念一下09年的组成呗 嗯 应该是现在的院长吧 是罗忠利 艺术总监 叶永青 嗯 嗯 首批的特要专家 这就是公案了 首批 我印象很清楚 成立的时候 大腕们站在一起 合影的样子 嗯 里面 罗忠利 徐斌 徐江 周春牙 随建国吗 随建国 维尔申 蔡国强 王广义 汪建伟 张小刚 叶永青 王公兴 林天苗 岳敏君 展望 方立军 刘晓冬 曾凡志 冯孟波 宋东 邱志杰 中坚力量 哎呀 全都在 哎 我可 就是官方以一种 这种方式 选择了他们 可以认可的 当代艺术 然后就当代艺术 从此有了一个 官方的 认可的话语圈了 天哪 从此当代艺术 这个词就不再是一个 之前的当代艺术了 我终于明白你说的 你完全明白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事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完全没关注这个 因为你在做广告 哎 对 是没错 就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在现在看来 它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世界 就从此 中国当代艺术 已经不是当 不是以前的当代艺术了 就是从此 中国当代艺术就开始 怎么说好呢 因为我也没有细想过 它的变化 我后来就不太关注了 从这个点开始 我就不太 一逐渐的不太关注 中国的当代艺术了 就它的反叛精神 它原来 在同一个 简单的符号下面 形成的一个生态 就被打散了 就有的是国家机构下 没认可的艺术家了 而有的呢 就不是了 就造成 我觉得就跟中国的生活生态一样 两极化就开始产生了 哎呀 你这名单暴露 我现在想的 我现在看这些艺术家作品 都要换一种眼光看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之后就没有中国当代艺术了 就是从09年之前 我们以89年 或者更早的 什么八五星朝 八五星朝 甚至更早的是不是 星星是不是更早 星星好像是更早 总之就是 从80年代 到2009年的 中国当代艺术 基本在那个时期 它如果作为一个运动 一种文化现象 可能基本就停住了 就是充满个人表达的 充满对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反思 不管是反思 讽刺 在线 这种独立的 个人主义的 这个艺术 艺术风潮应该结束了 就是有艺术运动下面 会不会产生艺术流派呢 是不是 艺术时期 或者说艺术时期 要产生艺术的流派 但你记得 中国当代艺术有什么流派 有什么流派 我想 政治波普 当时是中国当代艺术 比较常用的一个符号 剩下一个 还有一个词 的关键词叫玩世写实主义 或者玩世现实主义 我觉得这都不容易了 在当时有这样的所谓流派出现 但之后你看 现在还有什么任何的流派 是没有的 我很难评价 这个没有流派是好还是不好 反正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从80年代 这个文化启蒙 中国的文化启蒙 开始 是半生的吧 是中国当代艺术这件事情 基本上在那个时期 就停住了 好的 反正这是一个节点吧 对我来说 我们聊回市场好了 这个生态被截断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有 就是有官方的 当代艺术美术馆了 然后当代 私人的当代艺术的 不管是机构 还是画廊 还是怎样 也越来越多了 对吧 对的 但都是在那之后了 你不觉得吗 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那之后了 就0809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 所以刚才说到 前面说到机构的时候 多伦我估计应该是在09年之前 之前 绝对是之前 所以多伦当时 至少给我的感觉 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机构 它没有一个说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官方美术馆 或者是一个私人的艺术中心 它不给你这感觉 给我感觉 它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实验厂 就它和当时的那个 当代艺术家 一样给人一种很 很生猛的 很有实验性的 一种状态 但跟后面的那些 完全那感觉不一样 后面的什么问题 跟后面那个美术馆 当代的 当代艺术美术馆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些当代艺术馆 机构是不一样的 对的 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太年轻了 它其实在一个比较早的阶段 就被斩断了 它本来可能会派生出更多的流派 然后新一辈的艺术家 借鉴和更迭 产生新的流派 新的观点 它是基于新的生活的环境 新的社会环境 文化环境 政治环境 来产生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 甚至是有世界视角的当代艺术了 就没有那么中国了 或者有中国符号 有中国色彩 也没关系 我觉得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被斩断了 就像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 断代了 所以中国 其实现在你所看到的 中国当代艺术 是被斩断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它其实非常的稚嫩 中国的年轻一代当代艺术家 或者甚至所有的艺术家 又走上了70年代 80年代那代艺术家 可怜兮兮的 开始以自己所知的生活经验 模仿西方的创作方式来创作 我觉得几乎是差不多的状态 我眼界很有限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我看到的 好像是这种感觉 原流被切断了以后 等于新的艺术家 要从头再去找这个源头 但社会的区变 它很难接得上的 对 而且它是一个室 就一个文化 它要有一个室 一个能量在那里的 对 一旦一部分人逃脱了这个能量 进入了他曾经反思 反叛的那个对象的话 这个能量一下就散了 对 而且这种能量的聚集 是需要时机的 对 正好有这些人同时在这个时期 所有因素加起来才能够形成这一股力量 对 在这个时期 同时呢 从市场的角度讲 你这个艺术品是文化延伸物嘛 这个文化现象 只有它不断的迭代 延伸延展下去 它的收藏的结构才会逐渐的清晰 艺术家也容易找到 新近的艺术家 也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看现在一些成熟的画廊 对年轻艺术家没有兴趣 操作年轻艺术家 确实太难了 我不知道是他们就选择回避了这个难度 还是因为他们的年纪辈分啊 就是运营的机构年纪辈分到了 也也没有这个内生动力继续挖掘新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好像展现出这个现象吧 对 我觉得香港大其实做的就不好 是吧 是 就香港大本身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在慢慢的有一些皮 皮丸 以前去香港大展 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给你那种 想做点什么的那种冲动 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这么难 因为断了 你说断了以后 09年这个文化现象基本被打散了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重要海外推手 已经清空了 对吧 尤伦斯已经清空了 前两年清空的 这个西克最近 所有东西已经给了香港的M家了 这预示的是什么 基本是一个从清零重新再来的状态了 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就这个 这个大的文化标的已经清零重新再来了 尤伦斯据说是 夫妇除了之前的收藏爱好之外 转向了印度的当代艺术 随他去吧 这个都不重要 对 总之呢 这个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说明性也很大 M家 最近也有点在风口浪尖 香港这个西九 是吗 还有什么 但是又带出了一个名字 就是M家的这个 我忘记他具体的头衔了 是M家很重要的策略人是霹雳 是霹雳 霹雳是个名字好 又想起来一些什么是吧 是霹雳 所以就关于西克的收藏 也有媒体采访他 就是怎么看待 就霹雳怎么看待 他接受西克的这些藏品了 他怎么说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 但是他说呢 简单的说就是这些作品呢 时间也比较短啊 就最后好像是这么提到的 是历史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所以最后 可能百分之价 百分之二十是有价值的 可能最终能写入历史的 可能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四之类的吧 大概是这个描述 有兴趣大家自己去查 反正就是他收到的这些 不管是捐赠还是他M家购买的 现在作为M家 这个香港的艺术机构的馆藏 他的态度就是这个 就是还需要时间 那你要说西方是不是完全的抛弃了中国吗 我觉得也很难说 就不存在抛弃不抛弃 而是有没有作品 有没有好的人 对 这个跟抛不抛弃没关系 他一直就是一个 以西方为中心的 一个艺术话语 是你进不进的去 而不是他抛不抛弃你 最终还是回归到 个体的这些案例 就是你艺术家有没有好作品 然后你的画廊够不成熟 能不能把你的艺术家 推到国际舞台上 对 你要从市场的行为来说 就是有没有好的藏家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人 都有关系 如果说真正的抛弃 是因为09年之后 这个逐渐的萎缩 中国当代艺术 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现象 它逐渐的萎缩 进入了一种极不平衡的生态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态 极不平衡的生态以后 是没办法 就很难出来好的作品 好的人的 对我来说 那他怎么关注你 没办法关注你 对 就比如说有批评说中国 不说中国 就是上海 现在这么多的画廊 这么多的私人美术馆 甚至公立的美术馆 但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都看得到 对吧 就是引入海外的知名艺术来展览 某种意义上 你我这个年纪 来看这个现象的话 如果我们还对曾经的中国当代艺术 有一些真实的话 这个现象是很可怕的 对 完全引进国外的知名艺术家 你就肯定造成挤压了中国艺术家展览机会 因为你所有这些空间 你的墙面是有限的 你的档期是有限的 你把它挪出来 全部留给了西方知名的这些艺术家 那你必然你国内的艺术家 就缺少了这个展览机会 同时他非常的商业化和名片化 是 包括一些机构 他没有策诊和公教之类的 这个我们也说过多少遍了 不说了 他没有给原生力量任何的能量输入 他不断的采集海外认可的东西来展示给你 我们不断的说文化自信 这叫文化自信吗 一点也不自信 而且这些内容一定是被审查过的 也不言而喻 还谈什么文化自信呢 对 那不然艾薇薇的作品 为什么对M家产生了争议呢 这期就不去细说这件事情了 就是大环境是这样 老的一代画廊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做 他们也对挖掘新艺术家表现的不太积极 09年以后新生的画廊 也十多年了 生的生死的死 淘汰也非常快 是 这些人的职业修养怎么样 很难说 他们对在了解艺术家 培植艺术家这个方面能做什么 就据我们听到 其实离我们理想的所谓好的画廊 其实差得非常远 是 既没有足够的耐心 也没有足够的 在智力上的投入 我觉得有时候都不太够 心智上的投入都不太够 对 这就是现在的现状 是 就是我们了解 有些人了解 看下来 现在年轻书家 真的很难 很难 就别说有一个负责任的画廊 去操作他们了 我觉得就连 相对平等的对待 平等的对待 对 都很难 我觉得 把艺术家当个人看 把年轻艺术家当个人看 现在很两极化 就跟基尼系数一样 就是成功的艺术家 肯定是一种生态 然后 在努力求生的 这种 新进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他的生态又是另一个生态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现在上海 每一年艺术就完了 大家都说 好好好 我们这商业上好成功 卖得好棒 好热闹 上海这么多展 但是在这个背后 如果就像你说的 关注 真的关注中国自己 当代艺术的发展的话 就真的会心凉的 除了艺术家自身的努力以外 当然需要 这一系列周围的环境 包括美术馆 画廊 包括这些策展人等等 包括艺术经济 藏家都需要 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认识 这才能够 形成一个所谓的自己 所谓中国自己的 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 不然是没办法 是 所以说你说现在 海外比较敢合作的 你说草匪吧 其实草匪比较新一代了 他可能沾了点 08-09年的尾巴 那个时间 他开始崛起 09年以后的 中国当代艺术生态 生长出来的艺术家 有谁真的能跟国际上的 大管 大策展人 或者被大的藏家收藏 大的艺术基金 收藏 展览 我是想不到了 我眼界比较浅了 09年是一个非常 致命的分水岭 是哦 就是09年之前 你还没冒头的 基本很难了 对 还真是 那个谁已经是09年前的吧 徐震应该已经是09年前的吧 绝对前 但是他 我觉得他也算是沾到一些位 他绝对沾到了 我没看错的话 尤伦斯还是谁 也关照过他的作品的 所以他肯定是沾到了 就是09年后还有什么年轻人 我反正不知道 我本来也不太关系 我只关心我接触得到的中国艺术家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讲这件事情 就中国当代艺术 我们真的不愿意讲 尤其是市场 我们不愿意讲 就这个生态 我还是说 尤其跟市场有关的 艺术品的这个市场 生态是非常原始的 我在 我是不是说过一遍了 我再重复一遍 它是非常手工业时代的模式 但不代表你去愿意真的花心思去查这些东西 什么都查不到 那也不是 关于中国艺术家 有没有在国际上的大馆 有做过非常重要的 甚至杰出的展览呢 你去查 我反正是知道的 我就不说了 是不是所有的现在中国的私人美术馆 都没有策展机构呢 你也可以查 是吧 我也不说了 是 台湾有没有美术馆 对 亚洲其他国家有没有美术馆 我觉得一查你就能查出来 你一查就查到了 就不用查别的 你就查旅游网站 我跟你说就有旅行线路 一天带你逛十来个展 好讨厌 其实这样的 说的大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后09年 09后 09后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 环境生态下 在商业和主流 主流叙事 这么需要艺术的环境下 我们这样的机构 说生不逢时有点夸张了 反正也是 面对了新的困难 其实 现在往回看 是面对了新的困难 因为新的艺术家更难生长 所以我们也面对了一个 09后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能做 就是尽量把我们觉得 我们该做的 跟艺术家合作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做好 就是这样了 付出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能力 对吧 至于那些大的事情 其实不讲 就是商业上大的事情 我们就不讲了 是 就我们只能以我们能力 来和我们的艺术家沟通合作 对 以及我觉得 所谓现在当代艺术上 这些大的标签 这些政治正确标签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 艺术家本人的作品 我觉得是我们 希望能够把艺术家的作品 最直接 最感人 最有能量的部分 通过我们的协助 能把它产生出来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以及希望这作品 能够真正落到 喜欢他的这些藏家手里 然后正好 刚才前面说到那本小书 美国的一位藏家写的 一个穷藏家的自白 那本小册的 它里面其实一开始 就提到一个观点 我还是挺认可的 就是艺术收藏 对于艺术收藏来说 最大的收获 就是你得到了一张 心意的作品 太好了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 用我们的能力 把我们觉得 好的作品 送到真正喜欢他的人手里 就是我们能做的 最大的工作了吧 对 收藏这个事情 真的不推荐 尤其是刚入场 就不说刚入场了 就刚刚开始实践这件事情 有兴趣实践这件事情的人 真的没有必要把投资升值 作为自己一个第一目标 来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们就不说收藏了 这是要吃多少亏的事情 对 就说吃 陈小星怎么说的 要口味要上去怎么 最大的方式方法是什么 是什么来着 吃亏 吃亏 对 吃够了亏你才知道 在这件事上 你才知道什么是好的 但你可以少吃亏啊 你可以从读书阅读 了解文化 多看展开始 对 我觉得就是收藏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想入门 没有那么难 就跟你做任何兴趣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喜欢品酒 比如说你喜欢听音乐 或者你喜欢看戏剧 你没有什么捷径 你就是花钱做呗 对 时间精力 金钱 这些东西投入 真的得花精力 你得去自己研究 因为你有兴趣 你才会研究 然后你研究以后 你会得到新的知识 就让你自己level up 对 各种兴趣的一个 我觉得最能 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 也是必经之路 所以也不要上来 是怕什么吃亏被骗 我觉得真正藏家 多少都被骗 不是被骗 就所谓的看走眼之类 看走眼 对 不能算被骗了 欣赏和喜欢一样 艺术品 这个应该是你 真正花钱去购买的 一个第一先决条件 至于未来50年 升不升值 这个你作为一个 如果是刚入门的 欣赏收藏者 这个不是你 现在需要担心的事情 这不是中国 全世界的这个收藏 或者说 就全世界的艺术市场 没有一个大写的我们 对我来说 所以中国艺术的 这个收藏 也没有大写的我们 都是很具体的藏家 以自己的方式 在买和卖自己的东西 对吧 对 很难用一个我们 来笼统的涵盖说 中国的藏家就何如何如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好了好了 今天要不就说这么多 好的 难得的讲讲 中国当代艺术 我们两个熟悉 我陌生的名词 好的 算不算 算吧 算算算 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还挺熟悉的 其实我 你说09年是个节点 然后我其实差不多 08年之后就 就不太关注了 其实08年 我已经觉得 已经少了以前的那种新鲜感 就是感觉看到 能刺激我东西变少了 对 这个细考察 可能08年 已经开始有些迹象了 对 你这么说了 成立的已经太成立了 我觉得09年招安这个事 我觉得08年 北京奥运会 这已经有点招安迹象了 对 太过强了 是吧 包括一开始 是AVV去做那个 建筑的 其实是有 可能大家也在摸索 跟官方的一个关系 又想借这么一个盛事 是我拉你一把 还是你拉我一把 就是我 你把我往这边拽拽 还我把你往那边拽拽 但看来是胳膊 拧不过大腿 不是腿毛没拧过大腿 腿毛 对啊 艺术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腿毛 这延伸的延伸 是一个很边缘的位置 对我来说 就某种意义上 它既重要又要用边缘 重要我们换个节目 下次我们再聊 或者别的时间再聊 好的 对 这真的是一段历史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观察观察 其实之前高明露 出了一本新的书 写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整个一个 类似于中国当代艺术的 一个档案 一样的 写的比较详尽 是值得被记录的 对的 值得被记录的 还是一个挺 挺生动的一个时期 所以你看09年的 09年之前的 陈丹青还是很乐于 推荐 讲述 不管是中国的当代艺术 还是海外的当代艺术的 之后他说吗 我觉得他不太说了 他只是说绘画是过时的 然后就使劲的乖乖讲自己的绘画了 当代艺术他不太不太讲了 他真的 一无所知 怎么可能 不可能 那你想想他为什么不讲了 对吧 好的 当代艺术就说这么多吧 中国当代艺术 好的 还是关心一下我们自己当下生活吧 对 艺术要从自己当下的生活来生发出来 那今天节目到这 好的 下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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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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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